有關第二輪的非公公、非中緩的低收入住戶 一次過生活津貼 我們簡稱這個為2021年的項目 在下星期一的1月4日開展 截止日期就去到5月31日 在這個項目第二輪這一筆 我們預算是14億 我們估計 會有13萬7150個住戶是符合資格的 為何會多於第一輪的11萬3千左右呢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幾年前都有個相類似的情況 就是有兩次的推行 用第二次是用第一個的安排去推行的時候 第二輪的時候的申請是會多了的 簡單來說第二輪的做法就跟第一輪 剛剛我說的7月4日到11月底的項目 那個受惠對象、受惠資格、津貼的更額都是一樣的 所以免得是太多的複雜地方 所以也都因為那個時間 也都是頭尾加起來都是一年的時間 所以就沒有任何的轉變 而那些在受惠第一輪 即是說他在7月到11月期間 推出這個項目的時候 他有申請和合乎資格的住戶 亦都可以去再申請去受惠的 那個津貼金碼剛才說的就是沒有變 即是一人的住戶是四千五百元 二人就是九千元 去到五人或者以上是一萬五千五百元的 首先我會說一下那些在第一輪已經有申請 和當然是成功申請的住戶 我們簡單說就是舊的申請的住戶 秘書處就會在接下來的一、二、三、四、五月 是陸續根據住戶的人數去發一些通知信的 給那些舊的申請人去確認他申請資格 他只是需要在收到這些通知信的時候 填回條 有些情況可能他有一些附件 等一下會解釋的 可能有些變化的時候 他可能要交一些額外的文件 否則最簡單的情況就是填回條就可以了